中年人身体功能逐渐衰退 该如何面对 我每次看到他插管那种痛苦的样子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不知道是要继续治疗 还是要放弃治疗 人们面对死亡心生恐惧 他就是要很安详地走 那我只知道说植物人 这绝对不会是我先生要的东西 所以我当下切解书在签的过程 心很痛 谢荣尧遵照先生的遗愿 让他平稳走到最后一刻 节目中我们就要告诉你 中年人如何让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有尊严地离开 金锁店每周日晚间十点 人到中年